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回家你有高兴吗 你也欢喜我回家 我不是很高兴 我把你塞给什么呢 好好喔 本来要回来其实是真的有一点点紧张 想说到底回来照顾家人 甚至哈佛的照顾的情形 自己是不是可放心的 可是回来以后 我发现我生活的那个空间就更大了 我可以到处去 在家里附近方圆一公里内 你就可以到处去玩啊 去看东西啊 去吃东西啊 去点菜啊 我就觉得回家的自由度 其实是更高的 整个的这个医疗的动作 如果要我学会要我做 应该也做得来 也不会怕 但是比较艰难的就是 你要去跟他换的时候 你想到的不是那个伤口 你只想到是他的 受的一个辛苦 对我们来讲 是很艰难的一件事 安宁照顾 安宁照顾 它不是一个地方的称呼 安宁照顾只是一个软体 它在病人最后的时间 让我们用最妥善的方式 不会延长痛苦 也不会缩短生命 我们的医疗知识是不足的 有他们来指导 这样是增加我们很大的信心 而且我们很期待说 下个礼拜以后 他们又会来了 我们有什么不懂 或是想要询问他们 问他们马上就可以解决 不必搬到医院去 他们来跟医院的治疗完全一样 在这边 今天没上班 今天没上班 今天在这 对啊 好 这边不好啦 你变得完毯 放得开 这不用怕敲烦 还有谁要看 我们也能说这样 都见到来看 民众也好 医疗团队也好 他必须要能够 面对死亡这个议题 真正的尊重病人的意愿 那个过程里面 病人走得好 病人死人以后 活人活动